李若彤私密电影片段流出 玉女形象是彻底崩塌 这就是古天乐拒绝取她的原因 1995年 李若彤是通过神雕侠侣的小龙女一角 彻底爆火 可很少有人知道 在这之前李若彤曾经接过一部 非常火辣的电影 这部电影里面 李若彤是饰演了一个相继的角色 由于这部片子并不是非常出名 所以当时李若彤并没有受到太多人的关注 可是在他大火大热以后 里面的片段却突然流出来了 相艳的画面却让李若彤的玉女形象 是彻底的崩塌 其实在这个拍摄 《神雕侠侣》以后 李若彤曾经有过数远都没有能够走出 这个小龙女的角色 甚至在这个采访的时候 也是明确表示自己爱上了古天乐 所实演的杨过 只是李若彤的解翻示好 却并没有得到古天乐的任何回应 毕竟当时李若彤相应片段的事情 是闹得沸沸扬扬 而古天乐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 如果当时他承认了和李若彤之间的恋情 不仅会受到众多的攻击 而且也会有损自己的名誉 此后这古天乐似乎一直在 有意着避着李若彤 二人虽然会在不少的颁奖典礼上相见 可是每一次主动打招呼的人 总是李若彤 在被问起是否和古天乐走在一起的时候 李若彤也总是一脸的洛基 很多人猜测 如果当年李若彤没有接到那个相应的角色 或者是相关的片段没有流出 或许古天乐真的愿意接受李若彤 毕竟他有着是非常清白的过去 两个人也算是比较相匹配 很多网友也都认为 李若彤刚刚进娱乐圈 被人骗着拍了一些比较相应的电影 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合作明星都是从拍三集片开始的 李若彤又漂亮又有演技 而且当时那些片段也没有太过过火 古天乐不愿意和他在一起 应该只是二人不合适而已 也有网友认为 古天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从当时他和李若彤二人拍戏的进程也可以知道 他应该对李若彤还算得上是比较好感的 只可惜当年肖像片段被放出来以后 他就一直想方设法的是躲着李若彤 这说明他还是无法接受李若彤的 但也认为古天乐和李若彤为何没有走到一起呢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